好,下一套了,嗯,找老婆了 不算的,那這套 那有一個會適合你嗎? 對,九個個個性的 Love Life Muse,原來Muse是九個天使,還是九個神 Love Life就是他們三家公司聯合企劃開頭的名字 當時是未有Muse這個名字 是後來才開始推到第二隻碟蛋糕 才開始有Muse 即是說他們這九個女生是個Muse的樂隊 就是這樣 即是其實他們是否出了歌才有這些動畫 首先有設定,出了歌,有PV 後來出了那兩年,到今天才可以動畫化的計劃 都相反轉 相反轉 那都挺有趣的,我們承接新方說 你可以套了都不可以質疑他們的設定 就是今學廢校的時候要他們去賣藝 做idol 對,我不明白 即是我現在直接做都不明白 為甚麼因為他的排名升高了 而很多人進去他的學校 他的學校又不是專門訓練這些天才 訓練這些偶像 你當是代言人的東西 例如簽體異那些不會簽得這麼帥 沒有可能的 形象銷售的 最簡單 世界觀裏面 有idol的學校賣到有聲有色 我們家學校沒有idol 他們就找得到廢校 那你說 那你就把idol出來 這個邏速叫合理的是 不是,不是 因為那時候追上潮流 剛剛有些是他走過看到 有些學校偶像團 起了整個商業大廈這麼高 吸引了這麼多人去圍觀 去看這些東西 那他才想到 會不會說 這些東西可以救回學校呢 他才可以走 他不是 他說他以前 他原本這間學校是賣一些演奏 他講的是傳統名校 傳統學校 見他 阿婆 到阿媽 到阿媽 我都是在這間學校 但我妹妹不是 那就是廢校 你見到整個歷史氣氛很濃厚 沒有idol很正常 因為你見到理事長都沒有同意 由頭到尾 第一集到最後十三集 理事長都沒有承認 他們學校的idol 是他們自己搞的 那就是 閃明下等有他們的包袱 不會承認這麼新潮的事情 那我覺得是很正常 很合理的 那既然這班學生 這麼有心去搞 那 所以就這樣的故事出來 就發出來了 應該說他不支持 看你搞不搞定 搞定就是 後來撿個熱戰堆 其實我們成功爭取了idol 如果他失敗了也不關他的事 我都沒有贊成 你見到最後學校 他們申請活動是用偶像研究部 記住 這些是否叫做輸打營耀的學校 我判上判也沒什麼 不關事 不過如果看回他們之前 不是有投票的 即是有馬所說的投票 有幾次的 有幾次的 即是雙馬尾的步子 是有一次贏了 所以那次就是第三次PV 就是海灘 他做Sanner 但他這件事 我又覺得他在那十幾集裡沒有說過 這件事是他可以說一下 首先 如果你根據劇情設定 他有提到的 你有沒有記得他海灘的時候 海灘裡面 其實就是重演PV3劇情 但有一個人說 你們不是在亂動 我們在拍PV 當然我們是 是指第三PV 當然是不是這件事 但如果我們沒有跟著LiveLive來看 有時可能會比較奇怪 還有 他的設定 原來是以前的設定 有時真的未必知道 有些設定他改了 他不是全部跟著 他因為套映動畫班 他改了很多東西 但如果你看 用動畫班設定去計 他應該宣傳回動畫班的設定 還是官方設定 應該 因為舊時設定就算了 沒有理會他 但是他九個之中 他都不太平衡 我覺得他描繪 都是 頭那三個 即是荷樂卡 另外龔戰寶 另外李時翔的女孩 就描繪得多 而且原本大眼鏡的女孩 我其實覺得很正常 那件事 你不可能屬性 全部都黏在一起 差條言 很簡單 十二至十三 一桂圓的動畫 還有九個女角 作為一套後攻 這角色更多 這角色更少 但我覺得他聰明的地方 就是他不再是一個人 一個人慢慢加入 三個人 快很多 首先再說一說 根據順理推測 最初是三個 即是二年級三人組 首先成立Mills 這三人組 當然就是荷樂卡 發起人動 然後葛多利 就跟荷樂卡 做事 UMI是正常人 反對 但被葛多利 可以 知道就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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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元入面 聖休 三森 史尼克 講完 然後呢 繼續 一、二年級成立的理由 很簡單 就是當初學校要廢校 那康樂卡 發現 當初學校是最快速的 捷徑去救校 那他想 算了 就做了這個 第二部分 進去就是 一年級了三個女孩 但是 其實現在 花羊有描寫過 就說 他都想做偶像 記住 他想做偶像 不是說他想救校 這是很大的問題 然後 後來就 捉了兩條 買一送二 就是 扔了另外兩個 那 我算了 原本設定 林 都是 天真 就是 三人 運動營 運動營 就不要理他 沒有劇情也算 有劇情的 他效的很差 不要理他 真機其實 現實是 沒什麼特別說過 他一開始就說 雖然我懂彈球 我懂作曲 但是 我不是很想加入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想什麼被人拉過去 就 不同 一個部份需要有錢 他就作為錢的代表 對 他提供這個宿舍 別稅 不是宿舍 別稅 提供錢不是你加的理由 你可以不加的 只是提供錢 很重要 很重要 你沒錢什麼都做不到 如果大家回想C-O 如果沒有了那個Wookie 基本上就很多事情沒有了 這部份也不知道是不是 都會入場 只能說你 拆得贏 那算了 之後 六個人 根據師前後學生會長所說,五個人才能成佈,你六個人可以 然後再申請,抱歉,有一個已經成立了 很惡質的宣傳話,開頭就說五個人一定要成佈 如果見到你六個人就說,有一個佈,你不可以再申請 嘩,這些玩笑 不是,我覺得那個佈是有六個人以上的 但可能有五個已經是幽靈成員 他說原本已經成立的佈,就算現在變成一個人 都可以繼續存在,但如果你深刻的佈,跟規矩要五個人以上 不是,可能就是因為有很多佈,每個佈都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才改過那個校規 說什麼呀,其實確實在說,其實我想廢校的,你不要搞那麼多 不過是奇怪,Liko這個角色其實在整個故事來說,其實沒有什麼作用 又是沒有什麼作用的一個人 很有作用的,他是部長,有個部長是沒有什麼用途 不是呀,我覺得他的作用很大的 吉祥物力才知道 又不算 又不算 首先,實際來說,Holica雖然是Center 但在部裏面說是,弟子給學校申請收的,也是Liko做的,記住 不要搞錯,真的 而且這個部裏面有一個很熟悉這些東西的人 他就是作為這個角色 即是做Admin 他熟悉頭,總沒有 Liko他認識的東西明顯是你出了名才能用到的,但現在他們還沒出名 所以根本就是沒有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最後的結局是怎樣 即是十三集之後,由頭再上榜 其實來說,怎樣說呢 如果你說最深刻的一集,是他們三個人起初初出道 在學校演唱,一個人都沒有 不是,這個很正常 十個人以來回答問題 接著之後大概 不算那三個人,應援那三個人之後 後來全部都有三名字,即是沒有人 不是,他一開場那一刻 一開場那一刻 一開場那一刻是沒有人的 他唱一唱那一刻才有些人進來 其實那一集是挺有趣的 因為原本這套東西,當季組的時候 其實討論的人很少 是第三集之後,突然突然爆發聲 又是第三集 第三集真的有一個很重要的專業點 是,因為正常來說 有情,努力就會勝利 沒有人的,大哥 那麥加日圓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但亦都很合理 視野國效果很衝擊 其實不是 其實我是期待他後面再有些更現實的事情發生 其實他賣出來開始就越來越理想化 沒有一種很驚訝的感覺 我想第三集那麼驚訝 後面那些可能會更加有些爆點 又好像不太確定 有的,第十二集 老老老老人不是去遠寫的 不會有這樣的劇情 我覺得會有的 如果他第三集這樣 我期待第六、第七集 可以有些可能 那些沙石又去合宿 又去不知道 正常學過活動要合宿的 大哥 我覺得不是 那一回簡直是service上的事情 對,太多了 之後就有個危機 如果九個人有一個不OK的事情 整個事情就會散 其實是否一定要九個人 其實我也想了一段時間 是不是一定要九個人才能唱到歌 這個很重點問題 但我不理其他人怎樣 但康諾卡這次退出 發脾氣或不做 其實很重要 就是 可能這點不重要 但康諾卡不做 因為他是發氣人 他是靈魂人物 他一說不做 就真的可以散 很明顯提起一個問題 首先 康諾卡的派 他們的目標是要廢校 但問題是 這次的派 我們不是都沒有廢校 只是做偶像唱歌 不是,他只是把所有的東西放進去 即是 原本已經是分歧這些集合軍 只要康諾卡不做 他會立即散 如果奇怪 當然 如果大家看到 最後那集 就是阿小鳥 在飛機場上回去 其實他一早已經說了 一早兩個星期 不行,太遲了 不行,已經搞不定 其實他那兩個星期 就是說 為什麼阿小鳥 一直不來 拉著我 好,一看就知道 你只要出一句 他不會走 就是這樣 我等你兩個星期 我等你一個星期 我最後今天等你 你都不來 就是這樣 發脾氣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差的 你一個人的決定 你影響了其他九個人 你說 你還有出路 你說你可以去學國 學做衣服 你還有出路 你還有出路 如果其他人真的把整個人 放在整個人身上去 那你怎樣跟那些人交 很難說 就是這樣說 如果他是 好像Idle Master 即是說出來 是整個Studio 759 2246 那你整派人 因為你而退出 而整派人 那這件事就說了 但其實他是一間學校 不是 學校沒有問題 但你在學校就覺得奇怪 因為你在學校 你不是真的出來 是想 是真真地出來 全部九個都出來 做Idle 找食 感覺上 那個設定上 有點怪 感覺上 就好像說不通 沒有問題 你看到就算Miuce不做 會真的沒有所謂 其實他 就是介意的 就是這群人 因為這群人 真的沒有想過救校 真的想做偶像 這群人才會受影響 只有那三個 所以觀點不同 其他人的觀點 可能就是純粹 因為想救回學校 那一集才可以重新 重新肯定 Miuce不在意 因為之前一群人 剛才我們所說 兩派不同的看法 但因為最後一集 大家再重新分析一下 我們是否真的需要Miuce 我們對Miuce是怎樣 當它夠效用 還是滿足自己的 你根據這次 再重新肯定 這個意思 不過我有點想問 他們說 譬如當這間 音樂版學院 它有一隊 那我想問 譬如我不知道Live 在真正的網上是怎樣 它是否說 一間校只可以 准一隊出來 不知道 你只准一隊 因為如果Miuce 當我其中一隊 不做 那我一間校 擦兩隊 可以嗎 不要問我 Miuce還沒有參加 參加賽 我不知道 其實可以 一間校有兩隊 有兩隊 idol很正常 我就想 對呀 要有兩隊參加 他口沒人 如果是 其實我覺得 那個情況 類似Beyond 那種情況 四個人 現在變成三個 組成一個新組合 還有沒有人 這樣支持的組合 我覺得是 有相關的地方 不是呀 我想想想 例如A-Rise 他說會不會連續 七個小時直播 七天 還是唱 演唱會 那未必七天 都是同一派人 不是 頭派 對呀 這就是專業的 專業的 專業的 還有這些 集牌棍 有一個對比 對呀 這就變成 我有另一件事 可以想 變成這件事 這些可能是等下季才知道 又下季 看復生的時間 下季 A-Y真正式的 訂出場 所以又要等 但坦白說 都是想問 大家看完這十幾集 真的有沒有對某組角色 產生了喜愛 或者 喜歡哪個角色 其實我比較喜歡 是真的相馬尾的角色 咦 那 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她是 性情中人 即是她真的 認定她喜歡這件事 先說哪個角色 Canolian Niko 她就認定這件事 她就會把所有的人生上去 對呀 所以我覺得 看到後面被蕭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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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好像重傷來說 在這個情況下 受害多一點 當然不算她的朋友 因為她的朋友太過影響了 很難說 她的朋友沒有所謂 她的朋友沒有所謂 有得玩 其實那三個主角 我感覺上 你都是為了救校 而做偶像 其實如果救校 是有第二個方法去救校 其實她三個是未必會做偶像 第一集有談過 阿康諾卡 在講很多例子 救校 但她都淘汰了 只要靠一個人才可以 所以基本上她們的頭三個 根本就不是為了做偶像 而做偶像 其實我感覺到很奇怪 但其實中段 都看到她們的心態有點變 她都熱衷了去做練習 做muse那些東西 我想她原本起始的目的就是這樣 救學校的目的就是這樣 但她可能透過練習 真的喜歡了都不定 你見到最後第十三集 康諾卡說 退出了 平日生活 你見到她離不開跳舞 真的都很厲害 她跟副會長談完 跟這個談完 之後 又是做偶像 就是肯定自己 真的想做偶像 這心情 變成法治內心 真的喜歡做偶像 你見到 康諾卡在韓島 是你見到喜歡做什麼 我想改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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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想改一首歌 她沒有想過後果 但她今次想重新集結 是她真是第一次 可能是她人生第一次 有想過讀過才說出來的 已經有成長了 可能這十三集是一個 開頭的 忍子 你當是前轉 期待一下正轉 原來我還未正轉 可能應該 正式集結 正式集結 但我想問到最後一個問題 大家會不會因為看完這十三集 而去跟她在網上的活動 這件事多不多 6月 有演唱會 大家有沒有人知道 有日本機票 麻煩 麻煩 有沒有人交錢給右馬 說笑而已 算了 說笑而已 說笑而已 先當是開玩笑而已 不要理會 好啦 如果沒有報鐘 就下一部 下一部